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秋葦想同 大家分享一下一個叫做簡單就是美的主題 Less is more 可以在生活細節上怎樣做到呢 有一個小練習大家可以一早起床 就幫自己想一下設計一下 我今天全日下來希望有什麼心情 又或者是一個叫做film 例如我舉三個例子 今天我起床呢 我希望今天全日都有幸福感 希望我是歡樂的 亦都希望我有一個活潑的心情 活潑呢 其實是等於我們靈不靈活 又或者說 做事有沒有彈性呢 英文說Flexible 所以都包括我們的思維 如果每一天的早上 我們都可以有一個小練習 就是幫自己想一下有哪三樣正面正向的東西 去給自己做一個很好的背景 有了這個背景的時候 當我們生活上遇到一些無常 遇到任何事情發生 或者我們未必一定是控制到那些人說什麼 環境因素 但是我們可以的 是調節到自己的心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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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